广东省磁带血做血干势 包括星期四早上将一份磁带血送到香港 香港儿童医院宣布将会为一名患有重型地中海贫血的5岁女童 在10月进行移植手术 阮方就透露这份磁带血来自病人的弟弟 一直储存在内地的磁带血库 女童的家人向血库提出求助之后 阮方和血库成立工作小组 7月12日向海关总署提交申请 6日之后获得批复文件 可以将磁带血送到香港 其实我们与内地这间磁带血库的沟通 由4月底已经开始了 首先我们也有很多文件上的来往 确定磁带血是属于这位弟弟 磁带血库也帮我们在磁带血那里 拿一点样本 再重新复核白血球抗原 是否与这位小朋友吻合 远方就说要移植做血干细胞 不一定要磁带血 但是兄弟姐妹的做血干细胞是首选 血干细胞就不一定在磁带血里面有的 我们也有一些不少的病童 接受过一些亲人或者非亲属的骨髓 或者血干细胞移植 都可以做得成功 至于你说是否一定要在内地拿磁带血 其实我们如果家属在世界上任何地方 去存起了磁带血 而我们又会评估过它是适合的话 都会有机会联系各个单位 尽量希望可以拿到磁带血运送到来 我们香港希望帮到一些病人 翻查资料 今次是广东省磁带血做血干细胞库 继2018年运送磁带血来到玛丽医院之后 第二宗运血来香港的个案 也是儿童医院第一次由内地接收磁带血